其实在爱里这边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车子的问题 先照顾好自己吧 因为在这边的话路非常好 今天我随便跑就跑了差不多400公里了 随便跑 真的是 只要是辆车他都能过来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海拔太高 平均海拔在4000多 而且打板 打板就是牙口吧 打板高的牙口的话 有5000多的牙口 有好几个前面还有好几个 包括前面那个死人沟也是5000多的海拔 反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如果大家没有长期旅行的经验 或者说没有来过高原这些地方的话 第一站不要选心脏线 这边的话非常危险 这条线本来就是世界上最高的 平均海拔最高的一条线路 它路很好 它不是说路路好它路很好 虽然我们现在有点颠簸 但是是一小段的 大部分都路很好 主要还是人的问题吧 差一点问题没有 这里是一小段应该是修路吧 很少有这种路 很少 几百公里才遇到两段 在这里 真的如果走这条线的话 最重要还是身体情况 要注意 我们经常跑 西上青海 新疆这边的人 我们都有点受不了 因为平均海拔四千多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哎呀 太疼 头很疼 说话说不出来 说多了的话容易犯恶些 真的 搞这么大的路 压力 好了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驻扎的位置 旁边有旅游在这边搭帐篷 因为上面其实是可以驻扎 可以住的 那是已经住满人了 就没办法了 然后呢 我们的车子前面 跑前面 有点打脸了 我忘了说我们车子 跑完会不会闪架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现在我刚刚跑 我就觉得整个叶子板不对劲 不是 左边这边反正觉得很不对劲 声音非常大 刚刚刚的非常大 我一下来发现它这块 刚刚是已经脱落了 我就硬把它深深的按进去 这是没办法的呀 谁叫它便宜呢 是吧 到时候再到前面开一下 有没有师傅可以帮我安回去 其实对于我这辆车 能不能跑完这一趟 跑完新章圈前程 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国产车的话 稍微来说 没有合资 没有进口 所以我放心 就是由于它的小毛病 就是稍微来说比较多一点 我现在这辆车的话 只要有一点电波的路段 整辆车都在响 而且前面那里的话 已经 有点开裂的痕迹 我也担心它会闪架 也有点那种征兆 反正我也要注意一点 好啦 喜欢我们的视频 全关注我们 拜拜